手肘推是這種感覺 然後用你的 用你的手腕去控制方向 所以是用手肘去帶動 對 用手肘很像鐘擺的概念 身體hold在圓點 上來 出去 喔 好多了 跟剛剛有差吧 你剛剛是這樣子 這樣 啊你hold住的時候 就是上來hold一下 對 嗨嗨 我是Gash 歡迎收看Gash的運動日記 那今天呢 我們要繼續來跟信和教練學跑步 教練我們上一次已經做了一個前側 嗯 沒錯 那今天我們要從什麼地方開始調整 那上次完之後今天還好嗎 很喘 很喘 喘到今天 喘到今天還在喘 那我們先講解一下跑字 上次呢在整個跑步的過程 我覺得都還很好 那其中有一個可能比較 有一點點小缺失就是在跑的時候 你的上半身太挺了 太挺 你跑的時候是停著跑 對 像當兵那樣抬頭挺胸的跑 反而是不好的 對 沒錯 我們在跑的時候呢 身體要稍微有點前傾 把你的視線放在3到4公尺處的地面 這時候你的身體 跟你的視線就會稍微是一個 最舒服的跑步姿勢 對 你的視線是看在斜角 3到4公尺處的地面 這時候你的視線還有你的軀幹 你的整個背 都是稍微往前傾 然後配合白手 白手的時候呢 我們是以手肘握須拳 然後用你的手肘前後帶動 然後以你的中心胸線為主 往前擺的時候 不超過你的下巴 往後的時候不超過腰肌線 可以試一下 你在家也可以自己練習 不超過腰肌線 對 我們先站一個前攻後劍 然後做一個擺手 往前往後 試著擺擺看 看著前面 你不要看手 用感覺的 好喔 那我現在在幫你 你繼續擺 手肘推是這種感覺 然後用你的 用你的手腕去控制方向 所以是用手肘去帶動 對 用手肘很像中擺的概念 因為一般跑者 有一些人他們會覺得是要用上臂出力 所以跑的時候很多跑者是這樣跑 我現在跑的時候 手就只是隨便晃來晃去而已 其實手是很好的一個帶動你的腳 如果你只有靠腳在跑 你像你說你這樣亂 那你的手就荒廢了 接著呢 我們腳推登的時候 我們是靠你的腳底板 去推到地面 然後腳往上抬 做一個跨腳出去 腳底板推登之後呢 我們腳會往上抬 靠你的髖關節 上來 然後抬出去畫一個圈 你有發現 好像抬不太起來 肚子有點痠的感覺 是要抬到那麼高 對 你可以試一下 一樣前攻後劍 然後抬上來的時候 跨出去 跨的時候呢 肚子hold一下 腹肌核心出一點力 對 好 我再做一次 上來 出去 身體hold在遠點 上來 出去 喔 好多了 跟剛剛有差吧 你剛剛是這樣子 這樣 這樣 那你hold住的時候 就要上來 hold一下 對 然後這個動作是讓你 啟發你在 推登之後 你的跨腳的腳步 可以跨得很順 用髖關節去帶 其實很多人都說 跑步是用髖關節去帶 但是聽起來很抽象 對 很難理解 對 很難理解 髖關節就是我們髖關節在這邊 髖關節 你把它想成是腳踏車的 在踩的那個輪軸 腳只是輪子 髖關節就是你在踩的那個地方 懂意思嗎 然後所以是跑步的時候 一直在畫圓的感覺 那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動作做到很熟悉 你在跑的時候 自然就可以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這樣我想到一個問題 就是以前我在跑步的時候 有時候會上網查一些資訊 嗯 然後有看到有人說 跑步到底是要腳尖落地 還是整個腳板落地 中足 中足 中足在哪裡 中足就在腳的中間 那其實落地的點呢 這個東西是這樣 你如果把它想的 用那個意思直接去想 每一種方式都不太對 我們直接用後腳跟落地的時候 你的重型會留在後面 用中足落地是還比較OK 用前腳尖的時候你的小腿是一直 頂著 但是現在世界級頂尖的選手 他們都只用前腳掌跟中足落地 他們覺得用到比較後面 會不會太費他們的時間 所以你看他們在跑步 他們的後腳跟都沒踩下去過的 最容易講的方式就是 你的腳底板踩到地上的時候 踏去一下就起來了 就是很輕的觸碰到就起來了 懂我意思嗎 就不要有那種很重的踩踏感覺 不要拖著然後下一步踩起來 對 沾到沾到這樣 沾到沾到就起來了 這是最容易的說法 那你等一下我們試一下 中足或者是 可以用在後面一點 但是我們的頻率快一點 碰到地面就起來 輕巧一點 你這樣跑起來看有沒有什麼差別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先做一下簡單的暖身 OK 好 那暖身最主要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從上到下 我們從頭部開始 那我們先從頸部落盤開始好不好 好 那在訓練前呢 最好都可以做一個簡短的熱身 同時也是跟你的身體說 你要開始運動了 讓它有一個準備 如果你完全都沒有一些 前置作業就開始做一些比較激烈的運動 那可能會造成你運動傷害啊等等 好 回到中間 手臂繞環 那能夠用就是比較慢的跑 所以開始就先當做熱身嗎 對 沒錯 或者是用快走的 一般跑者 如果你剛開始訓練跑步 不知道怎麼做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快走 最簡單的就是 你可能可以先快走10分鐘 慢跑5分鐘 好 回到中間 可是應該是那個 慢跑或快走先 還是這種拉近動作先 熱身這種動作先 讓你的肌肉知道 你開始在熱身 讓他醒來的感覺 懂我意思嗎 待會熱身完之後呢 再開始快走 快走10分鐘 然後慢跑5分鐘 然後你可以慢慢把時間調整 第二次可能變快走5分鐘 慢跑10分鐘 越拉越多 這樣你也會有一個信心 比較有成就感 每一次你都可以 運動完你還是很開心 好 高壓腿 對 那熱身的時候 我們動作不需要做太快 就是比較節奏慢一點 讓它慢慢熱開來 然後伸展開來的感覺 這樣子 好 OK 那待會呢 我們就先進行簡單的環跑 等一下呢 你只要記得 視線擺對位置就好 其他你都不要去想 好不好 因為我們剛剛有做重複 一邊做50下 這樣你已經有一點記憶在 它待會就是很自然 我們不要再想 再想的時候 變刻意 我們就是很自然 它會延續下去 它大腦很腦怪 剛剛做那些動作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會這樣做是 因為讓你去習慣動作之後 再去跑 然後你就可以很快 就會再重複學習 一下就可以把那動作學會了 所以就只要注意視線就好 對 視線 因為你的一點點小 其實就是你上半身 太過於太挺 那你的視線放對的時候 就稍微往前傾 懂我意思嗎 OK 那我們就開始反跑了 Go 再慢一點 對 OK 好 折返 對 就很輕鬆的跑 如果你覺得腰在跑的時候 你覺得腰酸的時候 你就幫你的下巴往下壓一點 對 因為以前有時候會跑完之後 突然腰開得不太舒服 對啊 因為你都挺 覺得緊緊的 對 太挺了這樣子 對 像一般這種環跑 是這樣大概要跑多久 大概10分鐘到20分鐘 看你做什麼 做什麼類型的訓練 像我們今天就是最初階的 那其實就不會 不會限制你要跑多久 我們大概今天就大概 環跑20分鐘 那我們剛剛環跑也結束 然後整個調整跑姿 然後 待會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收操 好不好 收操一般 每次 一般我們去練跑 之後也都要做這個收操的動作 沒錯 一般跑者很容易疏忽這個收操 然後在你 訓練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在收操 很容易就受傷 喔 對了 Josh 接下來要過年了 記得過年吃很多的時候 吃多少就要跑多少 好不好 吃幾公斤要還幾公斤 照我今天跑 這幾堂課這樣子跑下來 我覺得我過年還應該會少吃一點 哈哈哈哈 我有事我還是會去跑一下 沒關係 我看到你上傳照片的時候 我就會 我就會給你訊息 改出去跑步了 哈哈哈哈